10字路如何的選擇最好 在劇集《韓魔的2.0》裡面 鄧佩儀飾演對能量體充滿好奇心的有錢女施萊斯 為了研究能量體 她重金禮拼鬼和你OT的科學奇人艾鐵文加入 蔣志光老師說飾演艾鐵文不容易 除了要記很多科學名詞 還要面對一個高難度的考驗 沒錯,你現在聽聽這把聲音 這個角色叫做艾鐵文 艾鐵文說話其實只不過像一個機械人一樣 他沒有感情,還不只是得到快 很辛苦的幾隊伯母 很多 因為他不可以停 他沒有停頓,沒有停頓 他會一直追 這個科學道場夠了Cyber-Feel 又有實驗室,又有古靈精怪的擺設 鄧佩儀還要在這裡大顯身手 喂,你打夠了嗎? 打夠了就做回道賞員 介紹一下高科技武器吧 這裡就是我們的道場 我平時跟小朋友在這裡訓練 無論是泰拳、游導、什麼都會做 然後這裡厲害了,就是鐵文的發明 我們航魔的工具 我最喜歡的槍就是這把 這把槍很厲害 把很多能量體 已經殺過很多能量體 然後大家可以看看其他 我們除了槍之外 其實我們有很多劍、刀 全部都可以修復到能量體 很明顯如果你看這個牆 最厲害的就是這一把 這一把我通常交給我弟弟 因為這一把實在太有份量了 就是這樣 我們所有的武器 還有我們的刀場 我可以這樣也行 這樣也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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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走開 這個真的厲害 我們最厲害的一支槍 哈哈 飄飄飄飄 哈哈 哈哈 謝謝